这就是总决赛的强度 为了争夺每一个球权 两队球队拼尽全力 比赛来到紧张的最后一截 太原理工在落后12分分差的情况下 太理的小伙子们杀意已决 拼尽最后一颗子弹 从他们的眼神中看到了坚定的信念 在曹芷豪带领下 太理每个球员打得都非常坚决 随着杨子豪的一技中投稳稳命中 太理追到仅有4分分差 不过清华大学的周瑞亨 在关键时刻站得出来 每当太理起事的时候 周瑞亨都能用一技投篮 帮助球队稳定军心 最后关键时刻连得8分 尽显杀手本色 全场周瑞亨砍下最高分24分 最后时刻杨锡浩也是送出一技 关键封盖彻底断送了太原理工翻盘的希望 最终清华大学86比81 战胜太原理工大学 夺得队时第五座总冠军 周瑞亨夺得MVP 赛后主教练陈磊也是激动的怒口 太原理工也是以亚军成绩 结束了纪念Tuber之旅 C百游龙一起看看 两队最后一节的精彩对决了 又出进来 打成了 这个球石奎攻得不过来 制造机会 杜志伯急停中距离 太坚决了这个球 真的还是通过高位侧应往里边差 有石奎 石奎连续的两个鱼 不用再去犹豫 急停中距离 都被识别透了 中间的凶 一传打一 二打一的机会 杨志伯刺激来 打杨志伯这一点 中距离 中距离 又出空位 又出雷豪 中距离 哇 小江云 怎么样 中距离 好 中文字幕——YK